在上一节我们介绍了遗传的染色体学说的证实 那这一节开始我们要说明一连串证明染色体物质正面目的一些相关实验 从1928年到1952年有三组重要实验 分别是格里夫兹的实验 再来接到艾佛瑞的实验 最后是赫西跟蔡斯做四菌体的实验 验证了真正的遗传物质是DNA 首先我们接到第一个主题 细菌的转型作用 在1928年的时候英国医生格里夫兹做了一个转型实验 他是利用肺炎双球菌跟老鼠做一连串的生物学实验 以前都叫做肺炎链球菌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到了 因为这些双球菌常常是两颗连在一起 像这样子 他的研究结果发现到 细菌的遗传讯息会因为转型作用 也叫转化作用而改变 好接着我们来详细的介绍 好首先格里夫兹将肺炎双球菌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光滑型的叫S型 还有一个叫粗糙型的叫R型 这个光滑型是在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表面亮亮很光滑 那粗糙当然就是凹凸不平 好我们来看这个图 显微镜底下这种样子的会反光 表面看起来很光滑平整 这个叫S型 那这种的话就是R型 而这个形态是观察菌落的外形来做分类的 好那什么叫菌落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所谓菌落是把一个细菌放在培养敏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做分裂升值 一个变两个再变四个 就是变成2的N次方 比如说2的100次方个 好最后在培养敏上 这是从侧面看 形成一大群 里面有好多好多个细菌 大到我们肉眼可见 而根据细菌种类的不同 这个形成菌落的形状大小 还有它形成的位置 表面的粗细 边缘的形状 可以看旁边的图 都会不一样 还有颜色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菌落来鉴别 这是哪一种细菌 好再来 有没有甲膜 光滑型的烈眼双球菌 是因为细胞壁外面有一层甲膜 而粗糙型没有 这边特别提一下 格林夫之当时并不知道 甲膜这个构造 这是后来的科学家发现的 所以格林夫之只是观察菌落 表面如果看起来光滑会反光 看起来非常平整 就把它归纳成S型菌 反之粗糙的就叫R型菌 而这个甲膜 后来我们也知道了 跟细菌的致病力是有关系的 因为细菌如果没有甲膜的时候 细菌有细胞膜细胞质 细胞质里面有遗传物质 外面还有一层细胞壁 它会被白血球给吃掉 这是白血球给吃掉 那如果有甲膜的时候 就无法被白血球吃掉 所以这个甲膜会抑制 白血球的吞噬作用 我们看在实验的方式 它把S型菌活得S型菌打到老鼠上面 S型菌有致病力 会使老鼠得到肺炎死掉了 然后老鼠死掉之后 从身上抽取的样本里面发现 放在培养机上培养的时候 发现了S型菌 再来它把R型菌打到老鼠体内 老鼠活着没有死掉 然后一样抽取老鼠里面的样本 放在培养品上 发现了有R型菌 接着它将这个 有致病力的S型菌 先加热把它杀死 杀死之后 再把杀死掉的S型菌 打到老鼠体内 老鼠活着 而且在培养品上 无法培养出S型菌 好再来 这是关键的实验 它把加热杀死后的S型菌 这个没有致病力的 然后再把R型菌 火的R型菌 把它混在一起 打到老鼠体内 从前面的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 经过热杀死S型菌之后 这个是没有致病力的 而火的R型菌 也没有致病力 所以把这两个 打到老鼠体内 老鼠应该不会死掉 结果它发现 老鼠死掉了 而且 抽取老鼠的组织样本 放在培养基培养的时候 居然发现了 同时存在R型菌跟S型菌 正常来说 应该只会培养出R型菌 因为是火的R型菌 打到体内 S型菌是被热杀死的 可是在培养品当中 却培养出了S型菌 所以格里夫之他就推论说 可能被高温杀死的S型菌 应该具有某一种物质 而这个物质可以使火的R型菌 转换成S型菌 这种改变我们就叫做转型 或者转化 也就是说火的S型菌 可以借着吃掉 已经死去了R型菌的某种物质 让它形状转变 变成S型菌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论说 这个不知道的物质 它就带有遗传讯息 可是格里夫之的实验 做到这里 就没有再去设计实验 探讨这个某种物质 到底是什么 因为当时爆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伦敦被德国空袭 格里夫之就被炸死了 接下来第二个主题 我们来介绍 美国科学家艾弗瑞 还有他的同事 接续了格里夫之的实验 一样利用肺炎双球菌 作为实验的生物 然后再利用非常巧妙的方式 证明了格里夫之所称的 转型因子到底是什么 好这个实验是在1935年到1944年间 它利用三种水解酶 RNA水解酶 DNA水解酶 跟蛋白质水解酶 还有R型菌的抗体 而证明了遗传物质是DNA 但这边只有一些可能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解说 好接着来介绍它的实验呢 好首先 S型菌的培养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